汪峰这个名字一旦想起 总能掀起一阵不小的波澜 这次不是因为他标志性的摇滚乐 而是他高调宣布的新恋情 让整个娱乐圈都炸开了锅 5月16日清晨 一则来自大非聊情感的独家报道 将汪峰与前新江旅游协会副会长 美女才女李巧的名字紧紧绑在了一起 瞬间成为各大社交平台的热门话题 汪峰这位音乐界的摇滚硬汉 向来不缺话题 这次也不例外 她的新伴侣李巧 不仅在商界小有名气 还因参加《非诚勿扰》等节目 收获了不少粉丝 美貌与智慧并重 汪峰不仅大方晒出两人的甜蜜瞬间 更带着李巧与自己的孩子见面 这样的闪电式进展 让人不得不感慨 爱情的速度 有时候真的比音乐节拍还要快 但汪峰的新恋情曝光 却意外让前妻张子怡的名字 冲上了热搜榜首 这对曾经的金童玉女 在去年遗憾分道扬镳 本以为是和平分手 没想到汪峰的新恋情一出 瞬间点燃了网友的八卦之魂 婚内出轨 无缝衔接的猜测纷至踏来 让原本平静的水面又泛起了涟漪 张子怡 这位国际影后的名字 就这样被无辜卷入了舆论的漩涡 母亲节当天 汪峰和一家人外出用餐 有狗仔拍到与其同行的 还有一位长头发 身材高挑的美女 两人没有过于亲密的举动 但一前一后如影随形 更重要的是 该女子全程牵着汪峰库和前妻的女儿行刑 颇有一种当家主母的风范 照片流出 引发舆论 汪峰库以新恋情曝光迅速登上热榜 而该女子的身份也被能力通天的网友扒出 疑似网红森林北 真名理巧 来自新疆 2012年参加《非诚勿扰》和一位男嘉宾牵手成功 并结婚生子 只是这段感情没有持续太久 2023年 因在社交平台晒出了一张工作照 从而一夜爆红成为百万粉丝博主 无数男人将他当成梦中情人 不曾想 最终落入了汪峰的手里 截止目前 两人的社交账号已经沦陷 只是让人没想到的是 还没开始森林北救他房了 甚至被贴上了知三当三的标签 事情的起因 是某网友晒出的一张截图 汪峰今年总来新疆 每次走抖音里边的森林北来送 去年一整年时间 汪峰去的最频繁的地方就是新疆 更巧的是两人有太多巧合点 汪皮库在哪开演唱会 女方的IP地址就在哪 汪皮库前脚到北京接受采访 女方的IP后脚也变成了北京 去年教师杰汪发文感谢恩师 他还特地跑去点赞 汪峰和张子怡离婚 是去年的十月底 他们俩的种种巧合巧合 在结合汪张的离婚时间 很难不让人多想 当然也仅仅只是猜测 毕竟两位当事人都尚未正面回应 不过就算汪峰没有回应 但在大部分网友心中已经有了答案 因为皮库汪的情史从未断过 我和汪峰加起来 我们两个就是巴黎世家 这是网红韩安然直播时说的话 他似婚似离 皮库汪也同样 第一任其单 网上对于两人的消息极少 不知道如何相识走到一起 就连合照也很难找到 唯一知道的 相识那年男方还不出名 女方为了支持她的事业 从电视台辞职跟随她到北京 照顾她的日常起居 对于她的好 她全记在心里 并承诺事业有成一定娶她为妻 汪峰的确做到了 但可惜的是 结婚不到一年 两人就成为了最熟悉的陌生人 第二任葛惠杰 身材较好 容貌出色 相识那年她正值青春 事业也正处于巅峰 但为了她 她甘愿退居幕后 甚至都没有领证 她都愿意为她生子 然而她如此付出 也不能让男方收心 不到一年时间 她就被汪峰给甩了 第三任康作如 她很神秘 网上对她的介绍很少 只知道两人2007年恋爱 三年后结婚 婚后她为她生下两个女儿 同样 这段感情也没坚持多年 一年后汪峰提出离婚 那时孩子还在哺乳期 第四任就是张子怡了 不同于前几任 这次皮裤汪高调得很 在演唱会上用公开示爱 后来两人顺理成章结婚 并生下爱的结晶 这段婚姻 是汪最长的 直到八年后 两人才官宣离婚 情史丰富 一直没有空窗期 因此她也被大众调侃 时间管理大师 如果说她身上有什么优点 那么我想就是专情了 专爱比自己年龄小的 细数她谈的 结婚的 每一任都比她小 这点和高亚林如出一辙 也难怪她的恋情 刚一曝光 高亚林的危机就被解除了 而如果这段恋情一旦确定 我想反映最大的 应该是张子怡吧 毕竟她含辛茹苦 生下的女儿 正在旁人身边感受幸福 汪峰的新恋情 虽然引起了热议 但更值得我们思考的是 如何看待爱情 恋情与年龄的关系 以及公众人物的私生活 应该如何看待 愿每一个人都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无论你是摇滚巨星 还是勇敢追求理想的网红 还是我们中的每一个普通人 这是一份对爱情的制成 一份对生活的热爱 也是一份对自我的尊重 看着汪峰在感情生活中的曲折经历 不禁让人感慨万千 她的沉默也许并非无言以对 而是在这个充满了舆论压力的舞台上 她正在谱写着自己的人生交响曲 毕竟明星也只是凡人 他们的感情生活也应该得到更多的理解和支持 结果 这个悬疑将会如何揭晓 汪峰新恋情的真相又是何种 如今仍未可知 娱乐圈中的恋情始终充满了不确定性和未知数 任何的料想和猜测 在真正的答案揭晓之前都只是可能 对此 我们既要保持关注 也要学会理性看待 一个原本应属于个体的情感问题 因为公众身份的加入 往往会被放大处理 热搜 猜测 评论 甚至是侮辱和吐槽 都可能成为他们必须面对的 转而看看汪峰和李巧 他们每一步都在公众的视线焦点内 人们对他们情感走向的好奇 历经风雨的汪峰是否会再次走进婚姻的殿堂 公众可能想要得到一个明确的答案 在娱乐至上的年代 公众人物的私生活往往被无限放大 每一步都可能成为舆论的靶心 汪峰新恋情引发的争议 其实也是公众人物隐私权与社会责任感之间的博弈 我们不禁要问 在满足公众好奇心的同时 是否也应该给予明星一定的私人空间 对于那些未经证实的出轨猜测 保持理性的态度 不盲目跟风 才是一个成熟社会应有的表现 汪峰与李巧的故事 张子怡的淡定应对 都是娱乐圈情感大戏的一部分 在这个充满变数的世界里 每个人都在寻找属于自己的那份安宁与幸福 无论是明星还是普通人 爱情的路都不平坦 但正是这些起起伏伏 构成了我们丰富多彩的人生 让我们一起期待 不论是汪峰的新恋情 还是张子怡的未来人生 都能谱写出更加动人的篇章